這條題目給了三個份數的和就是1 要我們找出這三個份數的平方和 又會是多少呢? 這次提示也很明顯 我們可以由這一個東西的平方出發 這一個東西的平方 也就是x over a 加 y over b 加 z over c 整個東西的平方 當然等於 x 平方 over a 平方 加 y 平 over b 平 再加 z 平 over c 平 還有的 就是加 2 乘以兩兩相乘 分別是 xy over a, b 加 yz over b, c 再加 z x over c a 這東西等於什麼呢? 也就是我們把這一個東西的平方 也就是等於 1 的平方 所以整條式就等於 1 這個東西可以再抄一次 y 平方 b 平方 再加 z 平方 over c 平方 然後呢? 右邊這個部分就有趣了 那我們分子分母呢? 都是一些 abc xyz 的輪換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不妨就嘗試抽出 xyz over a, b, c 抽完之後呢? 入面括弧裡面的東西 將會變成 c over z 加 a over x 再加 b over y 這樣就有趣了 雖然 xyz, abc 的成績 我們不知道是什麼 但是在括弧裡面的東西 就是題目給到我們的條件 也就是這個和呢? 就是等於 0 那麼右邊這個 term呢? 整個東西都變成等於 0 我現在就不在乎了 我們剩下的東西呢? 就是這一個 它們的平方和 這三個分數的平方和 所以呢? 這次題目很簡單 就是這三個分數的平方和 就是等於 1 那麼這條題目呢? 它的以知條件呢? 就給了你 x 加 y 加 z 這塊 就等於 3個 a 然後 a 不等於 0 而且它們 3 個大家不等於大家 然後呢? 就要我們找一個 這樣比較奇怪一點的值 你看到每一個 未知數呢? 都會有一個減 a 跟帶著在旁邊 這裡有一個減 a 每一個都有的 那麼我們 既然是這樣的話 我們由這個以知條件出發 那就試一下可不可以把它變一變形 那麼變形可以變成怎樣呢? 那就會變成 x 減 a 那麼我們把這個 3 a 踢過去 然後配回這個 x, y, z 那裡 那麼 加 y 減 a 加 z 減 a 然後這三個東西加起來呢? 就等於 0 那麼 由於你都看到這一條式呢? 實在太多 x, y, z, a 啊 那麼 太複雜了 全部都是這樣的配搭 既然是這樣 我們不妨呢? 那就設些新的英文字母給它了 那麼 x 減 a 我們可以叫做 u 那麼 y 減 a 呢? 那麼我們可以叫做 v 那麼 z 減 a 我們就可以叫做 w 那麼我們就有 3 新的 3 英文字母 就可以代替這一塊了 那麼首先講一講先啊 那麼就是上面這一條式呢? 可以變成怎樣了? 那麼上面這一條式是時候又會進行一模一樣的輪換了 那麼 x 減 a 和 y 減 a 也就是 u v 那麼 加 y 減 a 減 a 就是 v w 那麼再加上當然不少的就是 w 乘回這個 u 那麼 over 下面這塊東西是什麼呢? 那麼就是 u 的平方 加 v 的平方 那麼再加 w 的平方 那麼你看到呢?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和 2 次方 出到來的東西就差不多的 那麼所以接著下來的 hint 呢? 那麼就引領我們不如將 這個這樣的 quantity 整個東西平方做起來了 那麼這個 quantity 平方做起來之後呢? 也就是 u 加 v 加 w 整個東西的平方呢? 那麼就等於 u 平 加 v 平 加 w 平 然後再加上 2 乘以 u v 再加 v w 再加 w u 那麼這些東西有齊了 那麼這塊東西呢? 那麼這塊東西也就是 0 的平方 那麼就等於 0 的 那麼所以呢,接著我們就可以調一調吧 那麼怎樣調法呢? 將這些東西踢過去 那麼會有那個符號 那麼然後將這塊東西除回來 搬一搬呢? 那麼我們就會出回這一個 quantity 所以如果我们经过这样的整理的话 我们可以在这里做一做 这条式就会变成 2uv加vw 再加wu 这些就等于负 u的平方加v的平方 再加w的平方 然后将数字和数字 这个也就是负1 乘2 将这个括活踢过来 将这个2踢过去 那我们就可以解出 上面的这个quantity 就等于负2分之1 既然这个quantity等于负2分之1 那这个紫色的这一块 其实是我们经过轮换出来的结果 那它原本的这条式是什么呢 原本的那条式就是这一这么大的 题目要求我们要计的这一块 那所以呢 到头来这一块的答案呢 就是负2分之1了 搞定